哎 林老师 为什么要读书呀 基本小破数 一读一上午 这读书苦 读书累 读书还得交学费 这读书有啥子用吗 小董明啊 你现在这年纪你不读书 你告诉我 你想干啥 读书啊 世界就在眼前 不读书 眼前就是世界 读书不一定让你前程四景 功成名就 但至少可以让你粗言有耻 嬉笑有度 说话有德 做事有余 读书不是为了一纸文凭 也不是为了让你一夜暴富 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 有温度 懂感恩 为思考的人 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 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啊 让你在未来独自度过那些 漫长幽暗的岁月 而不怨天尤人 读书可以在你被生活打回原形 陷入泥潭时候 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啊 可是现在太内短了怎么办 那就多读书 因为读书破万卷 没有钱怎么办 那就多读书 因为书中至有黄金窝 没有对象怎么办 那就多读书 因为书中至有颜如月 那气质不好怎么办 那就多读书 因为富有诗书气自华 长得爱怎么办 那就多读书 因为万般皆下评 唯有读书高 有不同见解的 你们去留言 老师会查阅哦